首先我们要看什么原因 如果他敏感 或者有些人眼睫毛倒生 令他的眼睛不舒服而触眼 最重要是我们先解决原因 通常小朋友触眼 会有些问题才触 但如果纯粹触眼触得多会有什么影响 首先可以有很多细菌和骚髒东西进入眼 严重的可以引致结膜炎 触眼其实也和追形角膜有些关系 有些研究以前都显示过 例如眼敏感的人如果触眼多 其实都会多多少少引致追形角膜的机会率会大了 其实最主要触眼都是家长不要纯粹叫小朋友不要触眼 因为你叫他不触眼 其实他不想的 反而他真的触得很厉害 带他看医生 看看什么原因 找出原因解决了 自然触眼的问题就会少了 其实一般护理通常最重要都是平时清洁 我们通常有时会用棉花用冻滚水 好像和嬷仔洗眼那样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小朋友都可以做的 因为其实洗得眼多 那他的油脂和骚髒东西少点停留在眼皮 也会少一点生眼疮或者发炎的机会 通常我们会用棉花球 濕一些冻滚水 然后就抹小朋友眼皮的边边的位置 上下眼皮也是 基本上这样就已经可以清除到大部分的油脂 和大部分的骚髒东西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